一人一车一司机,监委被批肥猫。 立委9A福利日前才遭狠批,现在这把火也烧到监察院。 立法院昨天审查监察院明年度预算,发现监察委员竟把公务车当私家车。 全监院共29名监委却有大小各式公务车加起来共40辆。 还有37名司机共猜浅,每天负责在监委上下班参加婚伤喜气。 而监院去年才编了935万,太换11辆公务车。 但明年度竟又编列1376万,要太换16辆。 其中很多车辆的里程数根本还不到10万公里。 此外,监院明年编列327万,国际监察事务活动经费,又编了153万监委国外考察费。 但今年5月,三名监委到匈牙利等地14天,只排了三场参访行程。 监委赵昌平前年也前往英国考察11天,考察地点则包括大英博物馆、苏格兰国家美术馆,遭质疑是假考察争旅游。 立委潘孟安昨天痛批,自己7点半就得赶上班,但8点半才上班的监委却享有一人一车的待遇。 29个监委有40部车,40个司机还有在待命的,来哦,47个司机,啊好。 秘书长,我们早上我跟民国政委,我们都搭第一班,五点多就出门了,五点多就出门了,来到这里,还是签第十个。 所以说你说,哦,你们八点半要上班,我们八点之前就要来排队登记了啦。 所以说就这样的一个状况,啊,那监裁是不是也应该,也应该在直视关键的一个风际的地方,是不是监裁应该随身来做。 面对立委质疑,监院秘书长陈锋毅表示会检讨,让规范更完整,并解释出国考察部分,每名监委一年只分到五万元,多了还得自掏腰包。 前往匈牙利等三国考察的监委叶耀蓬,昨天喊员表示,五万元连来回机票都不够,他自掏腰包超过十五万,且公价只有五天,其他都是自己的价,他问心无愧。 监委赵昌平也愤愤不平地说,自己贴钱出国考察,社会要有一点公益。 对此,单大公共行政系教授陈铭祥建议,监委最好自律。 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陈慕明则批评,监委是掌管全国公务体系的监察人,不要等别人来检讨,否则违背人民对监委的期待。 动新闻综合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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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